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漫漫黄沙与荒芜戈壁中 一直蜿蜒身上天边 穿越世界著名的巴丹吉林腾格里 和乌兰部三个大沙漠 还有绝美的大漠胡杨林风光 金星高速公路还专门为动物留了通道 因为在沙漠上经常会看到骆驼 野驴等野生动物 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我们在感慨它美丽的同时 也不能忘了伟大的建设者们 沙漠中每年会遇到一百多场沙尘暴 在施工中 没有水没有电是最大的难题 有时候在42摄氏度高温下 与100摄氏度沥青为伴 甚至他们两个月不能洗澡 而且为了找到最近的水源 他们费尽了心思 公路的附近几乎没有住户 最后他们想到了用某地图的卫星成像 在地图上找到了水流的痕迹和位置 但即使这样 还是要开车来回十个小时 才能拉回一车水 可以说有了他们这么多的付出 才会有这样一条绝美的沙漠高速 怎么样 听到这里 爱好自驾游的小伙伴 一定约约欲试了吧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就会带大家去看 更有意思的地方